我是伊雅 歡迎來到伊雅的SurvivorCraft 那是這樣的 就是Y地圖的一些地方我已經差不多都整修完整 然後可是我還沒完全蓋好 但是大致上它的這個地圖 就Y地圖那個我現在在蓋的地方差不多 應該快要到一個段落了 然後伊雅趁就是一些閒暇時間 就是蓋好建築然後還沒錄視頻的時間 我去修整一些地方 那繼上次就是那個 我忘記講那個鄉村別墅的 就是在結束之後我忘記講的鄉村別墅 就是上一集的時候 所以就直接一個拜拜 然後就沒有一個ending的說它到底叫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看現在我蓋的地圖 然後我已經是預備好在那個位置 直接給大家看這個地圖的樣子 這個建築的樣子 然後那我們就慢慢的環顧一下四周去看 去看一下這個建築物 那其實我是用很多凹凸有之 就是我用了半磚石磚 就是半磚跟方塊還有T磚做一個建構 就是可以慢慢的環顧一下它的四周 那等一下會被樹擋住 今天就很慢的看有沒有 因為我發現我之前都很快很快 那這個樹就先略過它 那我們就看到另外一面 那就是在它的房子就是房子的外觀 我會講給我卡詞 在房子的外觀我們就這樣做一個就是不一樣的設計 然後它這次我給它走一個比較簡樸的色調 那可能也比較屬於就是真的是生存可以達到的素材 那是這樣的啦 這棟房子就是這個水井就是當時這裡的這個坑坑洞洞 所以我當時看到它的時候我的腦中第一個想法就是水井 所以我就把它蓋著水井之後 可是蓋完之後我發現就是它的地形變得很狹小 那這半部我再講好了 就是我也不會先跳開話題 那就是我蓋完這個水井的時候發現它的這個地區 這維豪地區的地方變得很狹小 那我們就飛到上空去看一下 它整個從空拍圖的感覺 那就是你看一下感覺很像也是方塊的感覺 但是它其實還是有一個凹凸有致的概念 那它從角度看的時候有一個視覺的幻覺 你以為說它這個屋頂跟這個屋頂是有平行黏在一起的 但是其實它是有小小分開大概兩個方塊的距離 就是從底下看的時候就比較明顯 就是有一個歪歪的感覺 但是它在視覺上面其實也造就了不一樣的一個 也是不會看起來那麼乏味的感覺 那這個色調就是依然蠻不習慣的 因為我蓋太多就是這種比較多層顏色 還有這種現代風格的色調的房子 然後這次要回到這種 因為它這次它這裡的這個素材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次的這個素材 就是它木磚 原木磚的素材其實很不OK 就是從原木變成這種木製地板的磚塊 就是顏色太過跳動 而且它上面的東西太過於細緻 所以讓我沒有辦法擺在就是原木旁邊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再找一個比較淺色調的東西 跟它搭在一起 那我這次的原木我選擇的好像也選擇錯誤 因為我這次選擇的原木是 看一下 喔也是 對啦是它 可是因為這材質包的東西都比較細緻 所以感覺就會 就沒有那麼平滑 所以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啦 好那我們就直接從正門進去 不用從正門好了 我們直接跳下去 那正門就是看到這個 我在上面放告示牌 讓它是上面有層次 那這種房子也是看起來感覺很大 可是其實內部就是很狹小 就是伊亞的蓋法 那這個就是水井的一個可能就是拉線的地方吧 然後這邊就是水桶啊 就是水桶 呃打掉了 呃 呵呵呵呵 好 在這裡就會拖了一下一小段時間在這邊 欸沒有對到 等一下喔 欸有沒有對到 對到 好 其實就是水井就是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就是它院子的設計 那我們到後面 那這次院子非常的狹小 所以就是一才不知道能蓋什麼 那這裡就是跟那個 鄉村別墅第二棟的鄉村別墅做一個一樣的設計 就是一個 一半的 半格上去的一個概念 然後到底做一個這樣的設計 然後旁邊就是薰衣草花 我發現我在他們裡面我都種的是薰衣草 因為我覺得薰衣草顏色比較鮮明 然後比較 比較在感覺上面有層次 那這次這棟房子也開了很多門 就是可以看到 有開的蠻多門的 好了 那 緊接的下來 我們進到的這個是 它比較是屬於正門的部分 就是玄關 那我們可以在裡面看到 就是一個真的蠻生存的 狹小的位置 然後這個 這一排就是過去都是箱子 然後這也是箱子 然後這邊箱了一個就是 原木而砌成的一個磚塊 它有點像是棧板的感覺啦 就是它的紋路 然後我就把它當作一個桌子感覺 然後這裡就是做一個視覺 視覺的層次在這個地方 用這個 石頭的柵欄 然後在這邊做一個層次的凸顯 然後我的燈 我的燈龍石就都放在這上面 就是讓它裡面的照明可以變得比較亮 就找方法把燈龍石可以箱在上面 我覺得在蓋室內 就是第一個就是樓梯跟燈的位置 真的是很重要 但是我每次都沒有想到燈的位置 然後所以我還在它的樓梯上面蓋了這個 下面的支撐點用燈龍石 就是很不自然啦 有點不自然的感覺 然後這裡 這裡是故意的 就是這邊其實 欸 是故意的嗎 對 是 欸 我想一下喔 呃 對 是故意的 因為它這裡是半磚 所以我這個地方沒有辦法放這個 所以 因為它這裡是樓梯啦 所以我就變成這個燈龍石 然後這邊做一個視覺的 層次的效果 就是讓它有透視感 那我在樓梯的部分 做的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 我們就 看到的話就略過 那我們這邊先小飛起來 就是這裡 就是一個 吃飯 跟 就是吃飯的地方 還有可以合成東西跟 算是廚房 開放式的廚房跟那個 圖書類的地方吧 然後我在這邊做一個就是 嗯 空間的運用 就是上面 燈就放在這邊 然後上面這邊都是箱子 然後我開了兩 我弄了兩格的空間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從這兩個門進去 這是通過後院嘛 這是從前院 那從這兩個門進來去也可以拿到這裡的東西 然後這裡就是坐著 那我這是 它的椅子 我就用的比較 就是 鮮綠色的感覺 因為它這裡都是 比較是大地色調的 顏色 所以我想說 它在裡面做一些比較 顏色的跳脫 所以就是用了這個 因為它比較都是屬於 就是 冷色 不是 算冷色系嗎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它的顏色 比較都是 就土灰啊 都是這種顏色 所以我就在這邊做了 就是 綠色的設計 然後連這個顏色 我都用了比較 跳筒的顏色 就紅跟綠剛好 我不知道 呵呵呵 忽然卡詞有沒有 腦袋也沒有想法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走到了 二樓的部分 二樓這邊就是一個小小開放式空間 就算是二樓的一個 上來的一個休息區域 那我這裡也是放了椅子 就是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啦 就是這樣子 那天花板的設計 我就給它弄了一個內巢的設計 就是 旁邊都是用了 就是半磚 然後這裡是用石磚啦 就是真的是石磚的方塊 然後做了這樣的延伸 然後燈的東西 我就放在這邊 然後做一個層次的設計 就是在這個區域的部分 好 那我們緊接的下來 就往這邊走 那這裡也算是一個小空間啦 它就是通往三樓的樓梯 然後我在這裡就是下面就是燈籠石的 就是剛才有一個地方的燈籠石 然後我在這邊放了地板門 然後它這裡的層次也可以再做一些跳脫 然後讓這邊感覺就是一個 一個很獨特的設計 然後它這次的 因為它這一層我其實又有跳高 因為樓下我又有跳高 然後到這一層又有再跳高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這邊跳高之後 那我就跟 看不到那一棟 看到 跟這一棟的感覺有點像 所以我就也是把這邊做跳高 然後這裡放了石 半磚 然後這裡就用石木磚 然後就這樣上去 這裡就是一個臥室 就在室內這裡 又再做一個小層次啊 那感覺很像說室內又是室內 室內裡面又有室內的感覺啦 我在說什麼有點凌亂 好那 這邊我就想了這樣的燈啊 就燈都在這邊 燈都在這邊 燈都在這邊 然後就是感覺很像是地燈 然後 因為我當時不知道這邊該怎麼辦 然後因為這裡又很空 我就蓋了這邊 這邊又太空了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 我就把用了燈 然後再用把它變亮 就放一個地燈的感覺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雙輪房 然後我在 好我們先看床 床的顏色 所以我也是做了一個比較跳動的顏色 在這個棟房子 然後我這裡就做了雜欄 那它感覺就是床旁邊的什麼 因為如果放石心磚的話 就會讓視覺 視覺概念會變得很狹小 所以我就 我就放了這個 我就放了雜欄 而且還用物質的雜欄 然後在旁邊呢 嗯 地方我都放了 放上了就是 告示牌 就是讓它的 這邊的顏色 就是讓這裡 凸顯得比較多 顏色 在這個室內裡面 因為它這邊真的就是 很單調的顏色 我 就依雅看見的時候 其實蠻不舒服的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蓋完這棟房子 我有點怕怕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對它的顏色有點 嘖 或者是材質的問題 所以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吧 好那我們就直接走 那樓梯的部分 我們就不多介紹它的設計 因為剛才就跟樓下一樣 那我這裡 到了三樓之後 這裡就是算一個 書房的地方 它一走上來就是一個書房 那我這裡其實就 放了地板門 就感覺可以把 椅子擋住 就是看完 在這裡休息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邊蓋住 那這裡就是燈 跟二樓的那個 類似玄關的地方 有點類似 然後我這裡就是 一堆書櫃跟 箱子 然後我這裡就放一個 告示牌 做一個簡單的圖 圖樣啦 因為我不知道要放什麼 這個告示牌在這裡 然後做一個 很可愛的表情 然後走出去就是 它三樓的頂部的陽台了 這裡就是一個 外凸式的陽台 然後跟裡面的 就是又有一個 不一樣的層次 然後這裡就是 一個裡面的 內道 就是一個 裡面走出來的 內道的走廊 然後到這裡就是一個 外面的小陽台 就是兩邊都有陽台 但是我在陽台上面 做了一個不一樣的 就是走道的層次的設計 然後就是可以看看 然後就真的非常的小 1R的房子都蓋的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的 大小 就跟上面差不多了吧 可是它又比上面大 那我覺得我現在唯一裡面 這邊最大 是這一棟的鄉村別墅 那這一棟就是 雖然很小 可是 還蠻不錯的啦 就是 該有的都有 就都只差沒有 衛浴系統而已啦 然後 我在這裡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 這裡的設計 就很像說 它把 就是裡面的 一個 這個 現代化的 設計的概念 我就在這邊 做了這樣的 使節 這樣 排上去 然後 我沒有 沒有打到最下面的原因 是因為 我這裡還是要走 走 可以走動 所以我就沒有 沒有把這邊堵住 然後 做了一個這樣的 設計概念 在這個上面 然後它的 屋簷 我就去給它用一個 下側式的 方式 讓它不要是平滑式的 要不然這樣會跟你的層次 做了一個 同樣的 同樣的 感覺 會讓 屋子又有一個 就是沒有層次的感覺 所以我就這樣做了 從遠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屋頂的部分 好 那設計的房子 就在這邊說 就差不多講完了 那它 它就算是一個 也是鄉村別墅 而且它真的是蠻 就是 叫它原野別墅好了 就是它用一個比較就是 原始的建材去 夠 蓋 蓋成的 那我們叫它水井別墅好了 因為它剛好這裡有一個 嗯 水井 水井房 好 就叫 水井 水井小屋 嗯 水井小屋嗎 嗯 水井別墅 嗯 嗯 日式老房屋 我一直不知道該叫它什麼 好吧我們就要水井 別墅好了啦 水井別墅 然後就水井別墅 好那這個視頻 我們再用一些小小短短的幾分鐘的時間 我來跟大家講 因為上一集不是在講這個的時候 我們大家不是都有看到它的道路嗎 然後ER後來就想說 那因為 我也說我要先看這個 這個區塊到底能蓋多少東西 好我們先飛到這上面 所以我就 我就先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道路的 道路的 方向都先 挖好 然後整用好之後 然後開始 確定它的這個地方的範圍 然後ER就開始 但是我要飛得太高 有點看到那個 上面 那ER ER就開始就是 挖完道路之後呢 然後 我就先不再 該把 再把樹種得濃密一點 那這邊樹是 我等一下會 下一集會介紹的 這種房子 我會再講 因為當時這邊其實還沒有那麼濃密的樹 然後這裡的樹 我也 就是弄得比較 比較濃密了 但這裡還沒那個 因為我要讓它變成一個 很像被森林包圍的一個小村落 所以呢 我覺得 在這邊蓋了 種了非常多的樹 那 ER也就是 弄完之後 我就開始在旁邊 架構說 到底這個地方 可以再蓋幾棟房子 然後這邊 這一棟是硬塞的 那它會 下集會再講 那它 這兩塊 這塊跟這塊 其實都是14層 17的大小 然後這一塊 就12層14的大小 非常的小 我忘記這一塊 反正這塊比較小 然後 我在這裡又做了一個就是 排水的處 一個 不是排水 就是一個渠道的東西 在這裡 就非常可愛 好 那 等到說應該 這集在介紹的時候 介紹完之後的下下集 應該這邊就會再變得更豐富了 就是我會再測一下時間 我要先測試那個道路的部分 因為 我不知道這條道路 如果真的這樣玄接下去的話 是OK的 可是因為現在整體性還沒出來 所以 因為房子 我在這裡蓋的房子 沒有統一性 所以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 到說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看啦 因為我房子都沒有做一個 同樣的 就是 建材的設計 所以 我不知道這條道路 如果真的完全蓋完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 沒關係 反正 蓋完之後再說嘛 因為現在都用空講的 好像也看不出來它的整體的效果 好吧 那我們這個視頻就在這邊說 掰掰 那我們就先回到 水井別墅 水井別墅 我們家水井屋好了啦 好吧 那我們就水井屋的視頻就在這邊說 掰掰囉 掰掰